大家好 这里是二阶阶数码咨询布林鞋 时隔一年的iPhone14又给大家见面了 对于这次发布会之后呢 iPhone14有什么地方升级的是我们期待的 那么我一个人的观点跟大家分析一下 此次的iPhone14搭载的外观可以说跟13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要说细节上的区别还是有的 比如说它的相机它都有明显的提升 那么它的使用时间就是电池续航都有分别增加了一个小时左右 还算比较良心的 起步价呢是5999 也就是说跟去年的苹果13发售的价格是一致的 大家觉得这样的行情怎么样呢 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亲民的 相对比华为的mata50 它的行情是4999 相差1000块钱左右 我觉得各就所需吧 选择这两则说实话应该都不会错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爱好是不一样的 毕竟他们是不一样的系统是不是 那么说完iPhone14的优点不好的就说今年的14mini已经取消了 苹果纵然习惯啊觉得mini系列啊出了两年 比如说12mini跟13mini在市场上的反馈真的不太友好 也就是说它的销量并不怎么样 取而在这个是14plus 苹果也是根据大众的需求来制定的 你想一下啊 搭屏卖的就是比小兵好啊 大就是好大的话就有更多的人喜欢 是不是大的价值它可以卖更高 那么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苹果1414破了麦克斯都是搭载的 a15的蛮学负荷版的处理器 也就是说跟之前的苹果13破了跟13破了麦克斯 是一样的处理器 这个决定呢 也是苹果历年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跨越年代的产品用上一代的处理器 苹果公司是不是真的策略到家了 说实话苹果a15的处理器不够用吗 足够领先全球 纵然如果用a13的处理器去对比安卓手机的话 也是领先级别的存在 所以说iPhone14用a15的处理器 你说它好 它也存在 你说它不好的话 它还是用上一代的处理器 苹果发布会的时候也就是这么说的 iPhone14同样的搭载了卫星 定位卫星电话的功能 也就是说相对比华为的 mata50一样的啊 我试考了一下华为使用的是北斗卫星GPS 也就是咱们中国自己的 那么苹果也用了卫星GPS 那么iPhone14用到的卫星跟GPS功能 我想了一下应该用到它美国的技术吧 美版的iPhone14卫星电话功能 我觉得在中国是不能使用的啊 再有一点iPhone14搭配的颜色 几乎跟苹果十二是一样的 比如说灰色星光色 然后红色啊等等跟十二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它的屏幕显示效果跟iPhone13是一模一样的 所有的参数也是一致的 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提升 那么接下来再说到14破罗跟14plus 这两款机器才是苹果真正意义上的更新 可以说是全面的大改款 除了外观差不多以外呢 它搭载的后置摄像头提升到了4800万 加上它的处理器也同时标配了s6的处理器 对比13破罗跟13破罗麦克斯 真的是很明显的大改动 当然它的屏幕刘海也取消了取来带子的四个 UI互动的一个药碗屏 在没有发布之前呢 很多人会说有一个感叹号的屏幕啊 其实不是的 是一个药碗的这么大小的 它这个药碗的呢 其实很好玩的 在发布会的介绍时 它这个比如说零点视频 比如说一些软件切换互动 或者说一些细频显示的话 它给我们的感触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没发布之前呢 说它这个地方很丑 在发布之后呢 恰恰相反 它这个地方就是它最大的卖点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我会第一时间拿到这款机型 上手测试一下 看它这个药碗的地方 具体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我们拭目以待吧 再回到药碗屏这个话题上来 苹果公司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做灵动岛 顾名思义 岛是什么意思 岛就是四周都怀绕着 很灵活的一个意思 知道我的意思吗 它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趣的功能 我回想了一下 我思考了一下 接下来呢 国厂的一些品牌 肯定也会应用到这个功能上来 安卓嘛 也很好玩 安卓要实现这些功能并不难 那么再切换到最后一个环节 相机 相机的话 14破落跟14plus 都是采用了主摄像头4800万 说真的一大提升啊 真的很不错 那么这三个摄像头啊 不是三个都是4800万 主摄像头呢 才是4800万 这个很好理解 由于拍照的话 一个内存的占用 主摄像头 采用4800万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包括另外两个 它也有优化 比如说它的广角 它的长焦 都有一定的变量优化 其实这两个更新 真的还是蛮不错的 大致的更新内容 介绍到这里 对于今年的这四款机型 我个人做一个总结 选择什么样的机型 这具有性价比 说实话 14破落 这块进行 是具有性价比的 你想一下4800万的主摄 加上A16多处理器 当然它还有超强的续航 那么说了这么多 对于这四款机型 发布的一个行情 我个人做个总结 我觉得最亲民的还是iPhone14 你们想一下 起售价是5999 并且全系搭载的是6GB的运行内存 难道还不香吗 然后14破落 14破落 麦克斯 我想了一下 如果你用不到高刷 用不到拍摄那么好的 你也可以放弃 毕竟嘛 价钱摆在这里 如果你拿来日常使用的话 其实用过五六年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认识我的观点吗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选过有帮助的话 点赞关注在这些选记录上 简单就明确